趁著颱風天 烘台物價 今天彰化縣小寶官特地到了西湖果菜市場進行積查 因為在颱風過境期間呢 傳出高麗菜漲幅高達了三成四 如果不分蔬菜種類的話呢 漲幅也有百分之二十四 所以呢 小寶官提醒 如果有不孝業者想要發颱風材的話 小心處罰 彰化縣小寶官帶隊來到西湖果菜市場積查菜價 因為九月十九日颱風前夕 全國的高麗菜平均價格每公斤才十三點二元 但颱風一來九月二十一日就漲到十七點七元 漲幅高達百分之三十四 如果不分蔬菜種類 漲幅也達百分之二十四 就怕有人故意哄台 中部比較沒有受到台湖的影響 所以這個批花的價格也沒有很大啦 主要說有些是到貨量比較少 所以價格還比較大 彰化西湖果菜市場的平均菜價漲幅也有百分之十六點八 其中漲最多的是花壺瓜 漲幅達百分之三十七點五 每公斤從三十二元漲到四十四元 包心白菜也漲了百分之六 每公斤要十七點五元 但蔡農卻表示其實跟颱風沒太大關係 小法官表示市場菜價逢台必漲 這次雖然鳳凰颱風並未造成農損 但預期作用加上近日高溫造成農作物減產 是造成漲價的原因 目前價格已經回穩 但仍會持續稽查 包括傳統市場 超市 雨量飯店 如果發現不合理菜價 將會依公平交易法採除 記者邱氏培賴斯杰 彰化報導